第三十章 内部之乱 岩石从怀中掏出一张地图 蹲下身体 将地图平铺在地上 道 我也没有什么好主意 但这次我们要去死亡山脉 就必须从天元族通过 天元族的领地中 最主要聚集这四大种族 你们应该知道吧 那就是一人族 矮人族和精灵族和兽人族 其中精灵族和一人族 都是爱好和平和自然的种族 我们蒲岩族和精灵 一人两族向来交好 通过他们的领地没有问题 矮人族的族人虽然脾气暴躁一些 但他们也都是心地善良之辈 性情豪爽 应该问题也不大 比较难对付的 是兽人族的领地 他们排外的心理 比我们蒲岩族也差不了多少 而且生性残暴 向来靠猎杀森林中的野兽为生 玄岳道 他们本身不就和野兽差不多吗 怎么还会猎杀野兽呢 岩石看了他一眼 道 这你就不了解兽人族了 所谓兽人 说白了 就是有思考能力和智慧 和人在某些方面有近似之处的野兽 在兽人族中也分为很多种族 其中以狮人 虎人 豹人 狼人 雄人 这五个大族为首 还有一些小一点的种族 因为他们有特殊的能力 也不会被欺负 如擅长弓箭的半人马族 神秘的暗魔族 阿呆一惊 狮声道 什么 兽人族中还有暗魔族吗 岩石凝重地点了点头 道 是的 暗魔族在大陆上 虽然受到所有人类的追杀 但在天元族的领地内 他们是不被歧视的 所以他们才能在那里生存下去 不过 他们的行踪依旧很神秘 即使是兽人的其他种族 也很难看到他们的身影 暗魔族虽然人数不多 但攻击力却非常强横 希望咱们不要遇到他们才好 他们在兽人族中有着超然的地位 无论是那一个种族 也不会打他们的主意 除了我说的这几个种族以外 兽人族中还包括许多小族 那些小族的实力都非常弱小 即使厉害一点的 没有思考能力的野兽 也可以杀死他们 所以 那些森林中的野兽 和这些弱小的种族 就是兽人几大族的猎物 哇 他们连自己的族人也吃啊 月鸡惊呼出声 岩石道 是的 所以我才会说 兽人是很凶残的 他们的领地是横在天原族中的 也是我们去死亡山脉的必经之路 到时候 争取让精灵族和一人族的朋友帮帮我们 最好不要和兽人起冲突 他们的数量太多 根本不是我们所能对付的 众人面面相去 大家都没有想到 还没有进入死亡山脉 却要遇到这么多困难 阿呆道 岩石大哥 如果我们和兽人族冲突起来怎么办 岩石眼中闪过一道寒光 道 那只能看情况再说了 如果他们人数少 我们就杀过去 如果人数多 我们就只有跑了 玄月道 要是能像一人似的长翅膀就好了 直接飞过去不就得了 岳激白了他一眼 道 你不是魔法师吗 你要是会风系的飞翔魔法 不就能带着大家过去了 玄月不屑地说道 你不懂就不要插嘴 你以为用风系魔法飞 是那么容易的吗 仅仅带着自己飞就非常困难了 要想带咱们这么多人 恐怕落日帝国的风系魔导师 比一落格也做不到 真是魔法白痴 岳激大怒 站起来道 你说谁是魔法白痴 有本事你别用魔法 我也不用弓箭 咱们较量较量 玄月毫不示弱 傲然起身 瞪视着比自己高出半个头的岳激道 我怕你啊 你先打过阿呆再来找我好了 阿呆 你替我教训他 月痕一把拉住自己的妹妹 皱眉道 好了 你们别吵了 那么多困难 在我们面前摆着 先过了这些难关再说吧 都是自己人 不要伤了和气 岩石大哥 我们以前都没去过天元族 对那边也不了解 照你这么说 我们有很大 可能会和兽人发生冲突了 岩石点头道 可以这么说吧 虽然精灵族和一人族爱好和平 但他们肯帮助我们的可能性不大 毕竟都是天元族中的种族 他们是不会轻易得罪兽人族的 兽人是非常骄傲的 到达他们的地界时 我们就加快前进速度 最好不要正面冲突 叹了口气 他继续说道 在大陆上最复杂的 就要属所欲联邦了 尤其是天元族 那里势力中多 不好应付啊 万里道 实在不行 我们绕过去好了 岩石摇头道 绕路太麻烦了 而且在其他种族地界 也难保 不会发生问题 而且 我们既然是去冒险 就不能畏惧困难 你们说什么呢 怎么也不叫我 严厉睡眼朦胧地跑了过来 伸着懒腰问道 苗霏嘿嘿一笑 道 你还真能睡啊 严厉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这两天折腾得够腔 好不容易有个休息的机会 我还不睡会儿 岩石大哥 你们在讨论什么 岩石淡淡地说道 阿丽 作为一名战士 要随时保持警惕才行 前面的路很艰险 以后你要多增加些警惕 我们在讨论通过天元族的事呢 咱们蒲岩族可没和寿人打过交道 通过他们那里时 恐怕会遇到些麻烦 严厉道 不怕 他们要是敢挡咱们的路 我就一抚一个劈过去 我就不信谁能拦得住我 月姬不屑地说道 你很本事吗 一个人跟人家一个阻打 到时候我倒想看看 你怎么冲过去 严厉大怒 道 你这婆娘 小瞧我吗 我可是蒲岩族最厉害的战士之一 月姬刚才被悬月就气得够腔 一听严厉叫他婆娘 顿时怒气上涌 道 你叫谁是婆娘 四只发达的三寸钉 严厉猛地抽出背后的战斧 森然道 你又说 我是三寸钉 我要和你决斗 阿呆站了起来 道 休息得差不多了 咱们上路吧 严厉大哥 你的战斧真漂亮 能让我看看吗 说完 就向严厉走去 挡在月姬身前 由于阿呆唤醒了严石 普林先知又说 他是严石的贵人 所以严厉对他要客气得多 把战斧递到阿呆手上 气哼哼地道 那红巨族的婆娘嘴巴真坏 我最讨厌人家叫我三寸钉了 月姬背上自己的长弓 一边向马车走去 一边喃喃地说道 自己长得矮 还不让人说 严厉的耳朵很好 自然听到了 怒吼道 你侮辱我 我要杀了你 说着 就抢阿呆手中的战斧 阿呆一个转身 背对严厉 冲月姬道 月姬姐姐 这就是你不对了 你怎么能歧视别人的缺点呢 月姬冷哼道 用你管 你让他过来 你以为我怕他不成 说着 就摘下了自己的长弓 啪 在众人的惊呼下 严石身体一闪 一记耳光将月姬打得飞了出去 摔在一旁 万里和苗飞在吃惊之后 赶忙抽出了自己的兵器 他们和月姬 都是月痕拥兵团成员 看到自己的同伴被打 自然心中大怒 月姬被打出几米远 摔在地上 翘脸上顿时出现一个清晰大手印 鲜红的血液顺着嘴角流淌而出 他已经被打蒙了 从小到大 即使是父母也没有打过他 而面前 这个身高两米的大汉 居然会毫不留情地 给了自己一巴掌 月狠手按剑柄 怒道 岩石大哥 你为什么打我妹妹 岩石面无表情地说道 因为他该打 像他这么嚣张跋扈的性格 早就该教训一下了 你这做哥哥的既然不管 我就替你管管 像他这样 每说一句话都要得罪人 恐怕还没到死亡山脉 我们就都要死在他这张嘴上 难道我打他不应该吗 我们蒲岩族的战士都有非常强的尊严 是不允许侵犯的 如果你不服 尽管来找我报复好了 月姬挣扎着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身上的铠甲已经有些凌乱了 原本梳理整齐的头发也已经散开 再加上脸上的掌印和嘴角的鲜血 看上去异常狼狈 他变得苍白的嘴唇不断地颤抖着 猛地从背后摘下长弓 荧光一闪 一只银剑闪电般射向岩石 岩石眼中闪过一丝惊讶的神色 双手一合 就那么将银剑夹在掌中 看到岩石打了月姬 连眼力也棱住了 毕竟月姬是个女孩子 被这么重地打了一掌 说什么 面子上都过不去 玄月跑到阿呆身旁 拉着阿呆的胳膊低声道 这岩石大哥的脾气好大呀 以后我要说什么不好的话 你可要保护我 我可不想被打 阿呆点了下头 大步走到岩石面前 拦住了冲上来的苗霏和万里 道 你们别打了 咱们都是朋友 如果不团结 怎么能从死亡山脉 取回极品魔法水晶呢 月痕大哥 万里大哥 苗霏大哥 你们都冷静一下 苗霏叫嚣道 阿呆 你躲开 他凭什么打月姬 让他连我们一起打好了 眼力也跑了过来 凑到岩石身旁 道 大哥 算了吧 月姬气的声音都有些变了 用长弓指着岩石道 你 你敢打我 今天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一边说着 右手又从剑囊中抽出三只长剑 岩石站在那里 冷冷地看着月姬 将手中的银剑扔在一旁 道 你的剑法虽然不错 但想杀我 恐怕还不大容易 你们很了不起吗 一群功力不高年龄不大的小拥兵 你们以为就凭你们的功夫 就能在大陆上混出个名堂 别做梦了 阿呆兄弟 你躲开 让我教训教训他们 好教他们知道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否则 等到了死亡山脉 咱们恐怕都要陷在那里 阿呆将手中的战俘扔给颜丽 转身抓住岩石的肩膀 急道 别 岩石大哥 你别冲动啊 他转过身 挡在岩石身前 冲岳姬道 岳姬姐姐 我替岩石大哥向你道歉 他的妻子刚刚去了 心情非常不好 咱们应该多体谅他才对 岳恒大哥 万里大哥 苗霏大哥 算了吧 前面的路还很长 难道咱们自己先要火拼吗 岳恒长叹一声 松开握住剑柄的手 走到岳姬身前 一把抓下他手中的长弓 拉着他道 算了妹妹 他转过身 冷冷地冲着岩石道 岩石 你今天打了我妹妹 这笔账我会记得 看在你妻子新王和阿呆的面子上 我不和你计较 但是 如果再有下次 我月痕就是死 也要向你讨回个公道 走 咱们上车 说完 拉着满脸不甘的月姬 向马车走去 苗霏和万里 狠狠地瞪了岩石一眼 也向马车走去 马车中 隐隐传来月姬哭泣的声音 阿呆松了口气 转身对岩石道 岩石大哥 你这是怎么了 虽然月姬姐姐做得不对 但你也不应该动手打她呀 玄月也走了过来 低声道 就是啊 她毕竟是女孩子 当着这么多人 你让她怎么下得了台 况且 她又那么要强 岩石苦笑一声 黯然道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自己会那么冲动 对不起 阿呆兄弟 你们上车吧 咱们还是先赶路要紧 说完 和颜丽一起向自己的战马走去 玄月拉着阿呆的大手 道 阿呆 咱们也上车吧 你去安慰安慰月姬 阿呆挠了挠头 道 月月 他们的关系闹得这么僵 以后可怎么办啊 我安慰月姬不好吧 你也是女孩子 你安慰她试试好不好 岩石大哥 刚才那一巴掌打得 可不轻啊 玄月撅了撅嘴 本想拒绝 但看到阿呆恳求的目光 不由得心中一软 道 我试试吧 不过 他要不理我 我可没办法 一边说着 两人上了马车 万里去前面驾车了 车厢内 月痕面沉似水地坐在那里 月姬 则趴在一旁 嬰嬰而泣 苗飞不断摆弄着自己的软件 看到阿呆和玄月上车 苗飞怒道 阿呆你平平里有岩石那样的吗 他竟然打了月姬 要知道月姬在我们拥兵团可是大家都捧着的公主啊 月姬你别哭了 我现在就替你报仇去 说着抽出软件就要下车 月痕一把拉住苗飞 冷喝道 行了 你就别添乱了 老实地坐着 阿呆苦笑道 月痕大哥 岩石大哥 他最近心情不好 你们就别怪他了 找个机会 我让他向月姬姐姐赔礼 月痕喘了口粗气 道 他妻子死了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就算他心情不好 也不能打小妹啊 我承认 小妹是骄纵了一些 但也不用他来教训吧 阿呆 这回我看在你的面子上 不和他计较 但他们不要再向我们挑衅 也许我们打不过岩石 但我们也会为了自己的尊严 以死相拼 悬月兮兮一笑 道 行了 你们都是大英雄 都有尊严 都别生气了 咱们还要一起去死亡山脉呢 一边说着 他凑到月姬身旁坐了下来 拍拍月姬的后背 道 被他那么大块头打了一下 很疼吧 月姬猛地坐了起来 左脸已经高高肿起 他怒视着悬月 道 你别幸灾乐祸 有本事 你也去让他打一下 悬月吐了吐舌头 道 他现在心情不好 我可不敢招惹 哎 月姬姐姐原本多漂亮的一张脸啊 居然被打成了这样 要是以后留下个后遗症 弄个眼歪嘴斜的 可就不好看了 尽管阿呆一个劲得像悬月使眼色 但他仍然把话说了出来 苗霏惊呼道 你说什么 还会有后遗症吗 悬月理所当然地说道 当然会有了 岩石的力量有多大 不用我解释了吧 也许月姬姐姐的骨骼 已经被他打坏了 以后脸会变得歪了呢 月姬可能是想到自己引以为豪的容貌 就这么毁了 泪水不断流出 哇的一声 趴在一旁又大哭起来 月痕额头上的青筋跳了跳 道悬月小姐 我妹妹已经够伤心的了 你就别刺激她了吧 悬月脸上露出一丝神秘的微笑 道 我可是好心啊 本来人家看月姬姐姐被打得这么惨 想帮她治疗一下 恢复原样 可你这么说 那就算了 我还是睡觉好了 阿呆 来 让我靠着你肩膀睡觉 你虽然傻乎乎的 但肩膀倒是很舒服 月姬听到悬月的话 哭声顿时收歇 重新坐了起来 一把拉住悬月道 悬月妹妹 你说什么 你能帮我治好脸上的伤吗 悬月把玩着手中的魔法杖 道 那是当然了 难道你不记得 我是光系魔法师吗 治疗可是我最拿手的 现在你知道 叫我悬月妹妹了 为了自己的容貌 月姬不得不低声下气地说道 悬月妹妹 你就帮我治治吧 我 我 悬月拉住月姬的手臂 嘻嘻一笑 道 好了 月姬姐姐 你放心 用不了几分钟的功夫 我就能让你的容貌恢复原状 这回 虽然是严实大哥不对 但你也有错 不是吗 就别记恨他了 好不好 咱们都是同路人 以后还要相互扶持呢 月姬看了悬月一眼 无奈地点了点头 月痕一听 悬月能治疗自己妹妹脸上的伤 眉头顿时舒展开了 恳切地说道 悬月小姐 你就帮我妹妹治一下吧 悬月白了她一眼 道 不用你说我也会的 月姬姐姐那么漂亮 如果容貌毁了多可惜啊 月姬被悬月这么一捧 脸色顿时好看了许多 一个小时前她还把悬月当成仇人一样 可现在心中却充满了感激 其实 悬月完全是吓唬她们的 虽然严实那一巴掌打得不轻 但她还是留了手 即使不治疗 过个几天 月姬也可以恢复原状 当然这几天肯定是要痛苦一些了 看着悬月紧紧用几话就缓和了车厢内的气氛 阿呆这才松了口气 悬月嘻嘻一笑 道 月姬姐姐 你做好了 我可要开始了 你们可不许说话哦 苗霏和月痕赶忙正经微坐 不敢吭声 月姬也坐直身体 用衣袖擦干脸上的泪水 坐直身体 悬月微微一笑 道 开始咯 她竖起魔法杖 故意卖弄得高声吟唱道 伟大的光之神啊 请将您伟大的神力 介于您忠诚的信徒 用恢复之光 扶平眼前的伤痛吧 随着咒语的吟唱 悬月的天使之杖 散发出淡淡的白色光芒 神圣的气息 充满在车厢之内 悬月用自己的精神力 控制着恢复之光如丝如铝般飘向月姬 月姬微微躲了一下 原本热辣辣的翘脸在恢复之光的渗透下 顿时有一种清凉的感觉 疼痛舒缓了许多 光芒渐渐强烈 众人可以清晰地看到 月姬肿起的脸渐渐平复下去 巴掌印也渐渐消失了 当车厢内恢复平静之时 除了嘴角的血迹以外 月姬的翘脸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 似乎并没有被打过似的 悬月放下魔法杖 左右看了看 笑道 好了 月姬姐姐 你摸摸 已经没事了 月姬感觉到自己的脸已经完全不疼了 丝丝清凉的感觉从伤处传来 说不出的舒服 苗霏吃惊地凑到月姬面前 仔细地盯着她的脸看 月姬被她看得翘脸一红 一把将她推开 赤道 讨厌 没见过美女吗 苗霏倒在阿呆身上道 哇 玄月妹妹 你的魔法真不是吹的 连一点痕迹都没有了 月姬 我可是好心帮你检查检查呀 你这不是恩将仇报吗 月姬白了苗霏一眼 双手摸上自己的翘脸 伤处不但不疼了 而且已经恢复了原状 不禁感激地道 玄月妹妹 谢谢你 以前 以前都是我不好 老是和你斗嘴 以后你就是我最好的姐妹了 有什么事 姐姐一定帮你 玄月嬉嬉一笑 道 以前我也有不好啊 主要是月姬姐姐太漂亮了 人家嫉妒吗 阿呆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对 前些时候还吵得不可开交的美女 说不出话来 女人的心 又怎么是她能理解的呢 月恒笑道 这回小妹不用破相 都是玄月小姐的功劳 真是谢谢你了 阿呆道 既然月姬姐姐已经好了 刚才的事情就算了吧 岩石大哥他人本来很好的 这回 月姬哼了一声 道 看在玄月妹妹的份上 这回我就不和她计较 以后我才不要理那个野蛮人呢 阿呆 你可要好好照顾我玄月妹妹 要是你欺负了她 让她受了委屈 我可不饶你哦 阿呆苦笑道 我 我欺负她 她不欺负我就是好的了 哎呦 月月 你怎么掐我呀 一场风波 就在玄月的低级恢复树之下平息了 众人再次踏上了前往死亡山脉的探险之旅 三天后 众人终于走出了蒲岩族领地 进入了丘陵和森林覆盖的天元族地界 这三天以来 由于有岩石和岩利的关系 他们每次路过蒲岩族部落 都会得到热情的接待 月痕拥兵团的四人和岩石 岩利之间 总是有一层隔阂 平常几乎很少说话 岩石也更加沉默了 除了阿呆主动向她搭话以外 她根本不开口 阿呆虽然没有特意地修炼名字久绝 但已经招式完全理清楚了 玄月没事的时候 也会在马车上看看蒲林先知 给她的魔法手闸 或者偷偷地教阿呆一些 催动神龙之血的咒语 在空间系魔法中 有一种瞬间转移勾起了她的兴趣 使这个顽皮的小姑娘 竟然破例地修炼起来 阿呆也不断地记忆着 那些不算很复杂的咒语 神龙之血和凤凰之血的咒语 除了少数几个字以外 几乎相差不多 阿呆脑子虽然慢一些 但这几天 已经将几个简单的咒语 牢牢地记住了 以她现在的能力 也只能用这几个低级咒语 催动神龙之血 马车停了下来 万里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月痕老大 前面没有路了 被一片大森林挡住 怎么办 众人下了马车 向前看去 果然 面前是一望无际的大森林 那高大的树木之夜茂盛 一看就知道 有着悠久的历史 岩石和岩利 也从马上跳了下来 阿呆走到岩石身边 道 大哥 这里怎么没路了 是不是我们走错了 岩石摇了摇头 道 我们并没有走错 天元族中 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那就是 他们的领地内 根本就没有路 所以 就算有大批的军队 前来攻击 恐怕也很难攻破 他们的防线 从这里开始 咱们就不能骑马了 面前这片森林 就是天元族赫赫有名的 精灵森林 大家都已经聚集到岩石周围 苗飞皱眉岛 不能骑马过去 那我们的马车怎么办 岩石淡淡地说道 只能留在这里了 我们的马也一样 我会让精灵族的朋友 帮咱们看好 等回来的时候 也不会丢 阿呆看向月痕 月痕冲他点了点头 这几天 鉴于众人间尴尬的气氛 阿呆已经成了 大家的传声筒 有什么事都由他来协调 悬月凑上来 兴奋地说道 岩石大哥 这精灵森林里是不是有很多精灵啊 我还没见过精灵呢 他们是什么样子 岩石一就是面无表情地说道 待会儿你就能见到他们了 精灵可以说是最善良的种族 只要不危害到他们的生存 他们从来不轻起战端 你们把东西都收拾好吧 咱们这就要进森林了 阿呆看着眼前大片的远古森林 不禁想起了迷幻之森 叹息道 还是大自然最美啊 这大片的森林真是好漂亮 岩力哼了一声 道 这算什么漂亮 这只是精灵森林最外围的设施而已 等你看到精灵族的村落 就知道什么是人间仙境了 阿呆棱道 精灵不是住在森林里的吗 哪来的什么村落 难道他们也破坏森林不成 岩力道 这你就孤陋寡闻了吧 嘿嘿 等待会儿看到 你知道什么是精灵村落了 岩狠走到阿呆身旁 道 现在大陆上的精灵越来越稀少了 他们根本不愿意和人类打交道 要知道 精灵族中随便找出一个男性 都要比我们人类英俊得多 而那些女性精灵 更是人间角色 有许多贵族出重金悬赏 让盗贼工会的人 帮他们抓少年或者成年的精灵 据我所知 一个女性成年精灵 在黑市上可以卖到一万金币左右 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精灵族会经常受到盗贼工会 和那些赏金猎人的骚扰 即使对待这些人 精灵族也很少下杀手 更显示出他们的纯洁善良 玄月怒哼道 连精灵也有人要抓 他们也太可恶了 如果让我遇到 我就替精灵族消灭这些隐患 月痕大哥 那些贵族要精灵干什么 月痕尴尬的一笑 低声道 做性奴隶或者玩物 玄月一棱道 什么叫性奴隶 苗霏本来正在喝水 听玄月这么一问 顿时狂喷而出 喷了万里一头一脸 万里吓了一跳 一把抓住苗霏的脖领子 怒道 你干什么 苗霏连声咳嗽 显然被呛着了 我 我 不是 故意 的 玄 玄月 小姐 她 实在 是 玩 作者 唐家三少 关雇 跟我 herramient 听玄月 튜� 仮 儿 听玄月 声 哟 啪 lim 声 acces 呃 吓 声 静 点 感谢观看